俄罗斯6月20日警告北约成员国立陶宛 除非其恢复他们在波罗的海飞地加里宁格勒的货物运输 否则莫斯科将采取措施捍卫其国家利益 近日 立陶宛以制裁为由 禁止被欧盟列入制裁目录的商品通过立陶宛领土进出这片飞地 据悉 欧盟的制裁名单主要包括煤炭 金属 建筑材料和先进技术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了立陶宛诸莫斯科最高特使提出抗议 另一方面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局势十分严重 这个决定是前所未有的 这违反了一切规定 俄罗斯外交部要求立陶宛立即撤销他们所称的公开敌对举动 声明称 如果加里宁格勒地区和俄联邦其他地区经立陶宛的货物运输 在近期内不能完全恢复 那么俄罗斯保留采取行动保护其国家利益的权利 加里宁格勒原是东普鲁市首都科尼斯堡的港口 1945年4月被苏联红军从纳粹德国手中夺取 二战后被移交给苏联 它处于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 立陶宛称 他们只是在执行欧盟的制裁措施 该国外长兰茨伯格斯在卢森堡表示 这不是立陶宛在做什么 而是欧洲从6月17日开始实施的制裁 他补充说道 我们咨询了欧盟委员会的意见 并遵循了欧盟委员会的指导方针 他还表示 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已通知客户 从6月17日起 钢铁等受制裁货物将不允许通过立陶宛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他已与立陶宛总统脑赛达进行了交谈 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显然我们真的需要收集所有的事实和影响 但正如脑赛达总统盖述的那样 立陶宛所做的是实施欧盟制裁 他补充说道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实施欧盟制裁 很显然我们需要与我们的成员国站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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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